新背景 不错哦 今天是九月初一 如果你们想看九王大帝的影片的话 其实我已经有做了 差不多两三步啊 所以如果你们要看的话 可以点上面这个i来看 这边就有一系列关系到九王爷的解说 然后今天呢 我们也再也不讲九王爷庆典了 因为我相信 很多人都已经了解了 我们来探探一下九王爷庆典那一边 时常会出现到的声明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就要请出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订阅顺便按铃铛过后 可以在上面的加入键点下去 每一个月十块钱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如果你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哦 由于今天的影片哦 会比较敏感 所以就容许我拿着iPad看这资料 一边看一边跟你们讲啊 不然的话我怕真的是讲错东西啊 OK我们知道啊 在我们马来西亚 很多很多九王爷庙 大多数呢都会以斗姆公来命名 为什么大多数的九王爷庙都会以斗姆公来命名 因为呢 九王爷呢就是斗姆元君的儿子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 在之前我们九王爷影片我们就有讲到 依据北斗信仰的话 九王爷是天上的北斗七星 而斗姆元君不只掌管的是六十甲子太岁 而且他也同时掌管着北斗中心 当然五斗星君也在他的管辖内 五斗星君就有分成北斗星君 南斗星君 东斗星君 西斗星君 还有中斗星君 但是你知不知道呢 斗姆呢其实也有一个讲法是 它是从印度来的 估计看到这里很多人就讲我胡说八道 讲要骂我 诶明斗姆就是道教的神明 为什么会和印度会扯上关系 别紧张 听我慢慢讲 斗姆元君里面的斗姆其实它有很特别的意思 斗指的就是北斗中心 而姆呢就是母亲的意思 也就是北斗中心之母 而它的封号呢就有斗老天尊 先天道老天尊 北斗九正圣德天后 中天范气斗老元君 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全称叫做 先天斗老子光 精尊魔力之天大圣元明斗老天君等等 在道教里面呢 太上玄陵斗姆大圣元君本命延伸心经里面呢 则给了斗姆元君 加上了另外一个封号叫做 九陵太庙白玉龟胎夜光晶晶 祖母元君 也有人把它跟西王母混为一谈 啊这个是错误的啊 西王母是西王母 斗姆是斗姆 至于西王母呢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讲 关系到斗姆元君呢 它也有它自己的另类的一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呢就记载于一本道教经典 名字叫做玉卿无上领宝自然 北斗本身正经 湘川的斗姆元君呢 原本是龙汉年间的周玉王 而玉妃 他的名号为紫光夫人 他与臣妾中发志愿怨生圣子 佛佐乾坤 所以在有一个春季呢 他在花园里面游玩的时候 突发感悟 就使得他的后花园里面的金莲花 温玉池里面 九朵莲花化身为九位圣子 而大儿子和二儿子 就是道教世玉里面中的天皇大帝 以及紫围大帝 其余的七个儿子呢 分别为北斗七星 总称为九皇大帝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看到九皇也有九尊晋圣的原因 这也是北斗信仰里面九皇大帝的由来 也就因为这样子北斗众星的母亲 紫光夫人 也就成为了地位可以和王母娘娘相比的 斗老元君 至于斗母元君的形象呢 这里也是有记载 他的形象为四手 三木 八臂 乘气族 索拉之车 手里分别拿着太阳 月亮 宝林 金印 腕弓 毛 几等兵器和法器 在明晴时期啊 广东那边的七星园也有一副东武元君的画像 他华冠 鹰若 刺足 两手合掌 两手持日月 两手握剑 左右分别有两位天女捧盘 盘中一围羊头 一围兔头 OK我们来讲回去 为什么我们讲到斗母元君和印度有关系 因为在这个封号里面我们就有看到 先天斗老子光经尊魔力之天大圣元明道老天尊 这里面的魔力之天呢 其实就有跟佛教里面的一个菩萨有关系 也就是魔力之天菩萨 魔力之天菩萨刚好有三藏年 六支手臂 然后每一个手臂也拿了各式各样的法器 也跟斗母元君一样有拿日和月 所以有学者认为就是讲 斗母元君呢起源于佛教里面的魔力之天菩萨 在唐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 魔力之天菩萨也跟着传入中国 然后魔力之天菩萨也慢慢的演化为斗母元君 并且把魔力之天菩萨呢 尊奉为斗老掌管北斗中心 在斗老报告里面就有记载啦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文献记载 内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至新回宁令 至新回宁令 不拍破天大神 见面都不愿君 至新回宁令 奇典祖国大指望中 真空描像凡帽ht 无上玄缘天不处 尽光所处 日月千回报处宣誓 为神是色 显灵宗欲臣誓 为神驾驭焉福 终生永安若成名 大师寻生来救苦 带北带软 大神大慈 尽了聚光天后 我已破天大神 千天都无恙去 这个东西我相信很多很多诚心的道教徒都应该知道吧 他这一个文献记载的头两句 自信归命里 西天诸国 西天诸国是指哪里 韩山上也去过西天诸国取经 这个西天诸国就是印度 当时候的印度佛教是相当的盛行 所以才有前面我所讲的斗姆元君 其实就是魔力之间菩萨的信仰 传入中国过后所演化而成 斗姆元君在道教里面是法力无边的天生 因为他是由先天之气所化成的 所以在所有的道馆里面 对于斗姆元君的崇拜是相当的普遍 而农历九月初九就是斗姆元君的圣诞 很多人都会选在这一天 礼斗 拜斗 甚至是点斗灯 他除了掌管北斗中心以外 他也掌管了60甲子太岁 关系到太岁的影片我也有讲过 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 你们也可以点i来看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斗姆元君的两旁 就分别有北斗星君和南斗星君 但是其实斗姆元君的两边呢 还有另外两个护法神 而这护法神呢 一个叫做英红大元帅 另外一个是叫英交大元帅 英交大元帅和英红大元帅呢 就是帮助斗姆也是去掌管那些60甲子太岁的职责 甚至英交大元帅在《风神演义》里面有记载 他是60甲子太岁之首 好啦大致上斗姆元君的故事就是这样子而已啦 如果你知道更多更多关系到斗姆元君的资讯的话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今年的九王爷虽然去一下啦 但是有一些九王爷庙还是有开放的 也记得去到庙之前呢遵守SOP 记得打了两只针过后才可以去到神庙 OK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 Bye